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席研习会开训典礼,由中央图书馆馆长李敬东博士主持。李博士早先去词说,今年参加研习的包括已经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,以及在图书馆里有兴趣的人士,一共150人。 希望在图书期间,多多利用中央图书馆的关书和赛本图书,并且图书的管理,把图书馆的未来发展。 教育部次长王雅全,中央图书店院长蒋富冲,今天也专门在典礼中主持。